继续看到这样的画面 我国驻丹麦大使李翔舟 在当地举办的108年国庆酒会上 表现令人惊艳 他秀出了苦练多时的丹麦语 而且还当场唱了一段丹麦国歌 与丹麦的官员拉近了关系 而李翔舟也边打鼓边唱台语歌 带动了气氛 对比过去他军人出身 这样子比较严肃的形象 现在看起来似乎是亲和许多 中华民国108年国庆 远在丹麦代表处的大使李翔舟 也邀请当地政要贵宾 举办热闹的国庆酒会 仔细听李翔舟致词说的正是丹麦语 而且全程没有看讲稿 完全靠自己的真功夫 甚至还会唱丹麦国歌 让当地官员都很惊喜 驻丹麦代表处以原住民舞蹈 和台语歌曲 让现场宾客体验台湾的传统文化 今年69岁的他 上任驻丹麦大使不到一年 过去曾担任国防部副参谋总长 陆军司令 国防部副部长 国安局长 国策顾问和退辅会主委 二级上将退伍的李翔舟 早期受到前总统李登辉拔拙 但从政之路几番颇折 在2013年爆发洪仲秋事件时 担任陆军司令的他 外船因此无法升任参谋总长 直到蔡英文上任后积极延览 李翔舟才接下退辅会主委一职 如今从军事领域转到外交领域 似乎同样得心应手 华市新闻林线徐一环 综合报道